大陆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呢 不久前传出邀请这个张惠妹来担任导师 那么今天第二季海选是来台湾进行 选在师大 那么要找的是素人歌手 不过每个选手 他的这个表现机会只有十分钟 由制作人亲自面试 那么这个活动呢 是海选当天才公布 而且他的指标呢 只有一张小小的A4的指 可以说是低调的不得了 中国好声音低调来台海选 其中一个地点就办在台湾师范大学 海选有多低调 看看这张报道单 其实是在海选前一个小时才贴上去 很多本校学生也不知道 这里正在办海选 表演哪首好歌 其实每位选手只有十分钟 还得面对制作人一连串提问 光是报名表上问题就有十一个 要参赛者列出五位最喜欢的选手 还请同学写出 对于好声音导师 纳英 哈林 刘欢 杨坤最喜欢谁 但报名学生更间接证实 另一位隐藏版评审 今天的参赛者其实有机会不错 然后这边的制作人的感觉 也蛮有潜力的 跨海来台寻找台湾好声音 就是因为台湾歌手和评选 参加大陆歌唱选秀节目 都能创造不错的话题和收视 但不同于其他选秀节目大肆宣传 这次低调再低调 也让人好奇 善于心语观众的中国好声音 这次又有什么惊人之举 专讯文唐医生的直军台北参谱到